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先帮您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 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看新闻大白话 特别注意了 因为台北市的水门 从四点开始只出不进 如果你有爱车停在这个堤防外面的话 一定要赶快去开走 否则到了晚上八点之后 恐怕就会出洞脱掉 到时候恐怕就是爱车会被脱掉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把车停在水门的话 一定要记得赶快去开走 那么刚刚最新的消息也是 现在行政院长卓榮泰 已经坐证到灾害应变指挥中心 那么这也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各界都在关注 现在台风的动态 好 我们持续带您关注 国内的政治议题 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民进党全代会 有人说杀出了一匹黑马 这个人就是民进党立委陈霆飞 那么陈霆飞呢 有人就说他大惊奇挺进了中常会 他甚至在昨天的直播上面 讲到了他的妹妹 同时也是台南市议员 那么向他妈妈报喜 没想到去挨骂 让他泪洒直播间 怎么回事 我们带您来看看这段画面 访问陈霆飞不下数字 我想这个干净的卫生纸 可不可以拿来一下 不好意思 我都觉得 我是很这样 我昨天我都以为说 对啊 我昨天都以为 我也认为说 我可能抽到那一个时刻 我可能会掉下激动的眼神 但也没有 也没有 就不让眼泪掉下来 其实我想陈霆飞是会忍住的 对 也没有 我昨天就是也没有 但是真的我 昨天 我昨天妈妈都一直 一直我忙也没有 没有办法跟妈妈说上一句话 其实就是妹妹 谢谢不好意思 我们把这个眼角 我这是老婆油 可以向他陈霆飞的情绪是相当激动 因为他说其实道贺简讯不断 他都没有办法来跟他妈妈说上一句话 只不过他有一句话是暗藏玄机 让外界有很多的解读 他点名在台南的林世杰 这个余会理事长的枪击案 一定要查清楚 因为陈霆飞说 你不要让他成为国民党的提款机 他说你看在台南发生的所有事件 要直接面对 如果88枪的枪击案 跟台南市政府议长案都没有结论的话 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 而且会变成国民党的提款机 他说我相信赖总统是最尊重制度的 你看2019年 他也跟蔡英文总统初选 不可能采征招 应该追究到底是谁在放风声 会这么讲 其实就是因为前一天有人讲到说 台南市长有没有可能在2026 这一局直接采征招的方式 而不是初选的制度 那么陈霆飞也做出了回应了 只不过他讲的这些话 又是提台南的黑金黑墙 又提蔡赖豆 有人就说了 他是不是处处拐个弯 再采赖赖总统的痛点呢 那么赖总统的最大的子弟兵林俊仙就说了 台南市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地方 一定要办初选 希望大家都一起遵守这民主机制 那么勇言会的王定宇也说 目前中常会中职会都还没讨论到这个提名方式 所以这种传言也无从评论 绿营在台南的初选 光是要选一个人 大家都已经斗成这样了 虽然说出现就等于几乎当选 但是这三个人接下来 会不会杀到刀刀剑骨 是网友讨论的焦点 只不过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在台南真的是 会不会是真的地方的派系政治 比较不一样呢 这个陶芸市议员詹江村 他在脸书上爆料说 有民进党议员打给他说 某些时候中职委一票都可以高达一两百万 这么重要的人 这么关键的选票 如果没有一两千万以上 他们都不信 他就说他心里想说 陈庭飞为什么非拿下这张票 因为台南的光电利益都是百亿起跳 你说花个一两千万请人开箱容易 还是花一两千万请人投废票容易 这关系是以后台南市长是谁 那么他就说了 这台南的庞大利益 从英系的古社会的立洋光电案 社图就是意义就可以看得出来 甚至还说你看 陈宗燕局长那内就接受信招待 还没事 还点名陈凯玲 罪证确找也入狱了 所以现在市长的影响力 让局处长是不是都可以横着走呢 现在也很多人在讨论 那么现在 抗中保台会不会是一门好声音 因为涨得很容易 深陷洗钱风暴 当时前总统陈水扁就说了 这个钱我不是贪污 是建国基金 有人就说了 这个说法是不是在台南都相当管用 那么现在台南有一家咖啡店 它标榜部分品商不收费 全靠赞助来维持店内所有的开支 老板还宣布了 这时不收2024年总统大选时 投票给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党的人 还在脸书发文说 7月底之前不收客人 所以网路上就酸了 难道你是被青鸟给喝垮了吗 那么现在有人说 台湾民政府吸金7.1亿被起诉 秘书长的妻子被判19年 那么台湾民政府宣称 获得美国授权发行要价 1000到6000元的身份证跟行照 驾照疯狂吸金7.1亿 现在也被起诉了 那么甚至之前在每次R7 郭文贵9个罪名都成立了 那么包括了诈骗阴谋 以12项罪名被捕 其中9项 还是面临数十年的监禁 所以有人就说了 抗中政治的利益满满 也难怪赖总统在中常会上 是不是得特别强调台湾主体 因为选民都会相信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郑老师你怎么看 有人说中常会的大惊奇 就是陈廷飞 陈廷飞昨天 大概是喜从中来 同时是悲从中来 那个悲喜交集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这一席实在是 荡选得非常的惊刀骇浪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测 而且他真的是有点九死一生 他今天回头一看 如果他今天没荡选 你想想看他会多惨 他为了争取这一席 大家刚刚提到台南那么大的利益 争权就是为了夺利 可是征权台南市长是一个 为了这个行政的市长职 前面还想党内就要先征 结果他希望能够取到一个 这么一个党内的中常委 竟然被他自己那么久的派系 政国内咔咔一刀就把他斩了 就把他开除了 你想想看 自己最深的一个派系 竟然动手把他宰了 什么样的感觉 第二个 你进到民进党党内 大家不是同事吗 民进党所谓进步的政党 亦让而生辩论 你先看看 包括詹江春讲的 下面充满了各种权谋算计 换票 用钱的利益交换 什么样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好 他侥幸 他会怕 他竟然说 我希望未来的时候 赖总统能够像过去一样 他跟蔡英文 蔡英文 总统大会的时候 刀刀见骨 可是最后还是要遵从制度 他玄外之音就是说 我现在这次 极力争取 虽然跟大家搞得不愉快 大家过去就差不多了 一定要照规矩 不要来秋后算账 可是嘴巴讲有用吗 他这个东西破了大局 让人家不能够好好的安排 所以陈廷威以退为继 忽然间在那个专访公开 就提出林世杰这个案子 提得好 说真的因为最近国内外 太多的新闻 什么事先案有的 林世杰的案子几乎都不见了 可是枪杀内杀那的时候 全台湾震惊 你还记不记得警方怎么讲 几乎信誓旦旦 一个口罩男怎么样 什么生物基下 那你觉得说这些人抓到 就大家一松懈说 我的有在认真办 我那时候讲说办假的 保证是怎么样 有头无为 然后就是雷伸大于前了 然后就是烟消云散 因为这是个高度政治性的 下面内幕重重 不要讲以前88强 台南已经变成这个庆祭之都 形象之差 这一次临世杰案 而且没办法赖 你说今天是什么党派之争 或什么 很清楚就是他们民进党 自己内乱 那这个内幕到底是什么 陈廷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开提 就是说令大家差不多 不要搞得太过分 要不然大家如果抖出来 鱼死网破 可是人民的立场 真的提得好 查清楚 警方包括相关的民进党 包括卓榮泰 林世杰这个案子到底到底哪里去 下面有什么见不得的人 你们一床黑人 八神眼睛很近 要看你那床要跑更多 还是要跑多少 这是应该办的 要不然不是说只有台南脏 随时可以变成 人家不是提款机 是你们真的是脏到台南劣机重重 这个时候陈廷威的要求 我认为全民都支持 民进党你不是在加油 赶快把它办出来吗 好 那我们请教一下 辉文哥你又是怎么看 我是对陈廷威比较感冒 因为这个大家对他那个东西 比较太戏剧性 我相信民进党中常会 这个韋家喜也非常的理解 民进党的中常委是这样的 他没有实习票选的中常委 全国只有实习是用票选的 他有当任中常委 就是什么党主席 党团三长 所以民进党总共有17个中常委 这次当选的票选中常委 有三个都是台南的立委 林俊仙 王定宇 他刚刚提到的陈廷威 这三个都想选台南市长 可是刚刚跟你讲说 全国只有10席 台南就分走了3席 当然也就是派系 因为这都是不同的派系 陈廷威讲得很巴结 我们都是赖系 都是赖派是吗 陈廷威你是吗 那为什么2018年 新潮流不支持你 2018年为什么新潮流 去支持黄伟哲 就是不想让你赢 2018年不想让你 你现在会让你有初选 我觉得很奇怪 你看这个初选 这是时代杂志这个封面 If he wins 这个是6月24 他们的封面是做拜登 如果拜登连任 可是后来有这个辩论 这个辩论是6月27 川普被枪击是7月13 6月24他说如果他赢了 结果拜登退选之后他是做什么 他就做说拜登不见了 他的封面变成是贺锦丽上台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 就是说我觉得陈廷威讲的这个 什么党内的初选或辩论什么 我觉得很好 虽然我不是民进党的 我觉得民进党如果说 全部都变成所谓的大信赖联盟 什么迎戏逆袭成功 什么大信赖联盟什么 这个民进党的派系的斗争 我比较没有兴趣 我是觉得那就初选 我们就让陈廷飞 有一个公平的初选 可是因为谢龙介没有来 我就说比较厉害 真正跟赖聖德不对盘的是谁 是陈廷飞在台南的那个盟友 那就是那时候 秦队给你做市长的时候 就跟他没督好 你是你跟他那么好 然后赖聖德去支持你选台南市长 你也好了 你哭有什么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是 这个美国我也好处 我们这边台南的市长的初选 本来就是应该初选 本来就是应该辩论 对不对 我刚前面还跟何老师 在聊那个去年的蓝白河 如果去年国民党 不是用真召 是用初选 如果是赵少康 郭台铭 侯友宜 这些想要选总统的人去辩论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没收掉 然后让郭台铭在那边 办了一大堆活动说 我真召侯友宜 然后郭台铭又不高兴 郭台铭又翻脸说我要选到底 侯友宜去他家大楼 大厅等了三次都等不到人 你这搞什么鬼呢 对不对 最后蓝白要合作的时候 不是说要辩论吗 柯文哲很坚持说我们要辩论 那为什么没有辩论 没有辩论就做民调 做民调说你要让我6% 为什么我要让你6% 奇怪 为什么不是你让我6% 你的党这么大 还要我让你6%那么好了 你们在干嘛 看看人家美国 很好一辩论 拜登老太隆忠 然后川普又双双 然后就换人了 我觉得美国有些地方 还是我知道我们应该学习的 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何老师您又是怎么看呢 我这边他讲到说 绿营台南初选 三人杀到刀刀见骨 林俊宪 陈廷芬还有王定宇 我坦白讲 王定宇已经算是出局了 在这个市长选举里面 我这样讲不是因为他告我两次都告诉我 我跟若籍下石 其实很多地方你就看得出来 王定宇是败相已露 第一个 王定宇过去这个双重丑闻 一个是在台北八千租房 大家也都知道那个事情 讲半天 然后什么我老婆都知道 我那边跟一个年轻的单身的 党内的女房东那边租房那些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知道的人比较少 可是我相信像龙界先也知道 他在台南当地 就是因为跟一个嘉义的兽医师 他太太在台南 那时候就出现一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 因为法院也可以 我很希望王定宇来告我 我们就可以把这东西厘清 后来王定宇就被喷漆 什么插人漆很爽 最后结果就是 这对夫妻后来也离婚了 这件事离婚了 这件事在台南当地 反而有更大的一个波澜 就在地人会觉得说 王委员你身为一个在地的立法员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分纪 真的应该要拿捏 不管那个最后一关 最后事实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发生那些 不应该有的关系 但是你应该有的分纪 尤其台南人又是比较 他的选区官庙归人人的 又是比较在地 比较保守的选区 大家对这个事情 其实都有一些维持 我觉得像这两个相关的丑闻 对王定宇打击当然很大 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勇言会 原来是双头马车 另外一个王定宇之外 就是赵天龄 赵天龄是从大家知道的那个 物理性的亲中典共 那个中国大陆小山事件之后 勇言会基本上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他们现在要推的是黄杰 希望以后搞不好可以扶持黄杰 取代这两个因果计 赵天龄可以降到王定宇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这个是 你你是双标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搞 那表达他体力很好 赵天龄比较老实 比较老实就这样子乖乖的就认了 可是勇言会第三个缺点 勇言会就是2022选举的时候 在县市议员初选里面 已经得罪蛮多人了 因为那时候他们夹着SEP友台 我不讲哪一个台 友台的这个声势 你不是讲了吗 没有 我说是SED 就是SED某台的声势之后 有点像是欺人 得罪了很多同党的那些同志们 所以基本上这一次 勇言会整个也是剩下王定宇 可以拿到一席的中常委 那反观我觉得林俊宪 他新潮流背景虽然是执政 但是也有一些执政包袱 包括过去赖姓的市长执政的那些事迹 他都要盖瓜承受 那反观呢 陈庆飞算是 第一个他可以跟这些金融丑闻 金钱丑闻还有性丑闻可以切割 他目前民调是最高的 加上他女性的身份 可以跟王定宇 陈中叶 陈凯玲 这些负面形象可以切割开来 我目前觉得他的胜率 应该在民进党党内初选 应该是最高的 好 我们稍微搜集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 带您继续讨论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